那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种话叫玉金香 听这个名字呢非常的哇塞 这个呢不论是你送给自己的亲戚朋友啊 或者送给自己的爱人啊 或者恩师啊都可以的 它这个没有很特殊的那种意义 明白吗 再一个呢就是它开花特别好看 你像这个呢 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呢 这个不论是你在两广地区 就基本上全国各地吧 你都可以实现地灾 盆栽的话也OK 地灾的话产量会很大 就是你当年种下去一个球 第二年可以收获三四个 到了第二年之后 就是第三年的时候 你可以收获很多了 它可以种下去以后呢长成一片 因为它具有这种野生能力 明白吗 你像在我们山东地区呢 基本上不用做什么防寒 它虽说一年只开一次花 但是它一次能开一个多药 如果说你种下去以后 在春天的时候 那哇塞了 那其余的季节呢 它就是长球长球 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 很不错 有的话说老花姨 为什么说我的玉金香养不好 首先第一个呢 咱们说到这个 种球的事哈 因为很多的话 有买的种球呢 都种不出来 可能是质量不行 你像咱们呢 都是直接给大家种好了 都带着这种小花波发货了 基本上 就你买回去以后 只需要给足太阳 换个盆浇上水 你也可以好几个种一块 它就能给你开 现在呢价格也不高啊 我们家不到20块钱的话 给大家发5盆5个品种 也就相当于是5个颜色了 还是比较哇塞的啊 玉金香 种草 嘿嘿 刚才拿的那个不好看 给你们拿个好看的 还是比较哇塞的吧 你多买上几个以后呢 等它开了花之后 我还可以剪下来 自己包一个简单的花树 不比买什么花省钱太多了 对吧 臭包 然后呢 每年还可以给你繁殖的更多 它是以几何倍增的形式 好了 玉金香给大家讲到这 觉得不错 就点个关注 想要拍的臭包 小黄套里边也有 我是老花姨 点花最人 拍了臭包 嗨 嘿嘿 嘿嘿